因为巴菲特·格雷尔姆这些年的名气越来越大,中国谈论价值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今年上证50指数的上扬,一时之间从股民到媒体再到机构都在说价值投资。 那么究竟什么是价值投资呢?它最开始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这种投资方式适合中国的市场行情吗? 价值投资是在国外最先开始的,以巴菲特·格雷尔姆为代表,这本书正式讲述了价值投资自1934年正式诞生以来它的传统价值投资理论,以及它后来新发展的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价值投资呢?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价值投资者力求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正确。 比如说,你用五毛钱买一块钱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长期持有一家好公司的股票,所以眼光和耐心这两个东西你都需要同时具备。 但是这么简单理解好像也不太对,难道好的公司股票就不跌了吗?只有时间长,赚的就一定多吗?不一定吧? 这就正如这本书所要证明的那样,价值投资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丰富。 在这本书中,作者阐述了格雷厄姆和他的学生以及追随者的成果,并把它和价值投资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新发展融合在一起。 由此就可以看出,贯穿全书的就是两个主线。 一个是价值投资这个重要的理念,一个是价值投资理论基础的奠定者以及他的实践。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价值投资究竟是如何发展的。 从1928年开始,格雷厄姆就开始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证券分析课。 他与大卫多德合写的一本书《证券分析》就是从这一门课程发展而来的。 大卫多德是格雷厄姆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价值投资理论最重要的推手。 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在格雷厄姆和多德之后又经过了几代, 最后传到证券分析第五版的作者之一,罗杰·莫里的手中。 而在1978年他退休以后,这一门课程和这个惯例也就从格雷厄大学正规的学术课程中消失了。 但是在格雷厄姆校外,由于巴菲特的努力,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在投资实践领域的生命里依然旺盛。 后来呢,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学生一起创立了一系列成功的投资记录。 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力引向了价值投资。 后来,一些经济研究成果开始挑战市场有效价说。 在这些研究中,价值投资的一些理论都优化了指数投资组合。 比如说,在股价上涨的时候买入股票,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卖出股票。 这些研究成果即使没有摧毁有效市场正统学说,但是至少也使之黯然失色。 同时呢,提高了格雷厄姆投资理论的价值。 再后来,正是市场反映,验证了自格雷厄姆以来所有价值投资的理念。 从长期来看,公司和股票的表现都会趋向均值。 第一版的证券分析,引用了赫瑞斯诗集中的一句话,作为卷手语。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许多现在已然衰朽的将来可能重放异彩,许多备受青睐的将来却可能日渐衰朽。 如果价值投资者也有倾向,那么赫瑞斯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 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关于价值投资它大致的一个发展过程。 这个时候啊,相信你已经体会到了,真理有的时候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都同时在做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优化、打磨,并用实践去验证。 不管过了多久,这一件事情最终是可以成的。 以上所说的也正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它能使你获得对价值投资理性和感性的全面认识,所以它绝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知识点或者科普而已。 这本书呢,总共有16章,分为三个部分。 前两个部分都是从界定价值投资的概念和范围开始的,逐步深入介绍如何确定搜索有价值的投资对象,如何正确估值等问题。 其中包括格雷厄姆和多德等人发明的一些价值评估的方法。 然后再将这些方法引入到公司的实力分析,以及投资组合的构造。 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分别介绍了八位知名投资人一两个成功的事例。 其中呢,既包括了对于股票债券的投资案例,也包括了公司收购和兼并的案例。 那么接下来,我来为你介绍书中几个核心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价值投资有三大基本概念,也就是价值投资的基石。 它们分别是正确的态度、安全边际和内在价值。 首先我们来说说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呢,就是以投资实业的标准和心态,选择并持有公司的股票,伴随着公司成长,享受公司经营的利益,直到公司不符合要求为止。 投机不等于投资,清楚地分辨其中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安全边际,就是确定的价格和不确定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因为价值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价格要留有一定的折扣空间,作为犯错的还存。 我们常说,价值投资就是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买入,这里说的也就是安全边际。 所谓的安全并非说绝对安全,而是指在合理的条件下,投资应该不至于亏本。 安全边际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第三个是关于内在价值。 公司的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公司的资产负债、盈利能力、现金流、股息回报等因素,通过定量分析来判断。 内在价值未必是一个准确的数值,也可以是一个区间。 另外,有时候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并不总是以实物有形的东西展示,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发现。 我们再来说说格雷尔姆奉行的一个方法,公司定价法。 格雷尔姆的公司定价法能成功地预测业内的发展趋势。 定价是大多数投资理论的核心,它是估计一个公司实际价值或者内在价值的一项技术。 大多数的投资者希望购买那些真实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的股票。 人们一般认为,公司的价值是公司为投资者创造的现金流量的限制之和。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方法要求投资者预测公司遥远的未来的现金流,这远远超出了投资者的能力。 自格雷尔姆以来的价值投资者更偏好于已经到手的东西,比如说银行里的现金以及等价物。 因此,价值投资者并不相信那些需要对遥远未来的实践和条件进行假设的技术。 他们更喜欢通过首先评估公司的资产价值,然后评估公司的盈利能力价值来计算公司的内在价值。 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把成长性作为定价的一个因素。 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是源于对未来的偏见,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成长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值钱。 对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公司来说,成长性价值已经被追加的资本投资消化掉了。 唯一能给投资者带来利润的成长是那些资本回报超过资本成本的增长。 这就如书中所说的,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公司是那些进入受壁垒保护的公司,否则竞争对手的大量进入会降低超额利润。 所以只有具备特许经营权的成长性才是有价值的。 但是很少有公司能够在不受特许经营权保护的情况下扩张并依旧保持盈利性。 所以当价值投资者想要为成长性复制的时候,他们更关心公司的战略地位和特许经营权的可持续性。 现在这种将分析公司的战略地位作为评估核心的观点,在成熟投资者中很常见。 这种观点也是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投资方法固有的特性。 那么说完了公司定价法,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种投资理论的优势。 价值投资法呢,首先评估资产,然后评估盈利能力价值。 最后在积少的情形下才加入成长性价值。 它的另一个优势是,它更关注可靠信息。 资产价值取决于公司情况的有形方面,盈利能力价值评估的是公司今天的收益。 确定涂地的现行市场价值和公司部门的现行盈利能力要比预测公司20年以后的市场份额、利润率、资本成本率要可靠得多。 当然了,未来是很重要的,但是把我们今天能够确信的东西和未来不确定的东西分开也是很重要的。 这也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理论的优势之一。 此外呢,价值投资法允许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价值出现差异。 这个差异是公司管理不善的标志。 有些价值投资者会积极地鼓励管理层采取正确的行动,卖出公司或者是放弃它。 格雷厄姆喜欢他的实境法。 他买的股票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公司流动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 谁不想这样呢? 但是在当代的投资世界里,实境法只是极少出现的一种例外情况。 现代价值投资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来发现和评估资产价值。 他们把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以外的资产也包括进来。 但是他们仍然是以今天的资产价值基础来做出决策,而不依赖于未来的预测收益和现金流。 价值投资呢,说白了就是在找到优质的合适的公司,以低于实际价格的成本投资。 一旦公司成功了,那么你的投资自然是有价值的,成功的。 身边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说王刚投资滴滴,日本的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等等。 而且作为一个靠谱的投资人,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公司的运营发展。 巴菲特说过,我们的经济命运将取决于我们拥有的企业的经济命运,无论我们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还是全部的。 这无疑是对价值投资很好的说明。 作为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在继承老师的投资理念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风格。 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者更偏重于定量分析的能力,根据不同阶段进行投资交易。 而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者更偏重于定性分析能力,在价值低估或者在价格合理的基础上找到好生意、好管理的公司。 另外一个显著的差别是,格雷厄姆更强调中期投资,而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侧重于长期的投资,他推崇于投资优秀的企业资本。 有一位忠实的信徒问及巴菲特的第一大投资原则,价值投资的奥秘是什么? 巴菲特回答说,独立思考和内心的平静。 我们总以为价值投资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手段,而无法理解那是一种信仰,是精神方面的坚持,就如苦行僧一般。 所以呢,我们才学不到精髓,大多数都是模范,一笑大方。 甚至经常能听到,中国真的需要价值投资吗?这样的言论。 那么回到刚开始,我们就提出的那个疑问,中国真的适合价值投资吗? 这里还是引用巴菲特的一句话,只有在潮水推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 所以,当泡沫破灭或非理性的市场因素消退之后,对于公司才会看到什么样的公司是具有真正投资者的,什么样的公司只是一些市场的题材炒作。 对于投资者才会知道谁是投资者,谁是投机者,而价值投资正是中国市场发展的最终方向。 投资有风险,而不投资风险更大,世界上没有包赚不赔的买卖,只要进入投入就会有亏损的可能。 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了,只要我不投资,那么就没有风险。 持有这种想法和观念的人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缺乏对社会经济深刻的认识。 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不投资往往也有不小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生活质量的相对下降。 从长远看,社会的经济一直是处于通货膨胀的,只是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 如果不投资的话,社会质量会相对的下降。 当股市上涨的时候,不投资的人就没有享受到收益,反而无形中受损。 当股市崩盘的时候,不投资的人同样躲不过,受到间接的冲击。 价值投资不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的股票,它是可以购买优质的,正在稳步成长的企业股票, 也可以是购买普通企业的股票。 只要最后通过特定操作获得收益,就视作为成功。 价值投资者几乎都是在人们普遍低迷的时候买入股票, 所以价值投资注定了不会成为每个人的深夜,只能帮助少数人功成名就。 而更加广义上的价值投资,其实并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种生活态度,方式和方法。 每个人最大的价值可以说就是自己,为价值投资可以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为自己投资。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投资都是期望有回报,并且回报越多越好。 这里并不是贪心,而是本性释然。 对于职场中的年轻人来说,为自己投资的方式非常多, 可以是定期锻炼获得好的身材和体质, 可以是持续协作有高质量内容的输出, 也可以是小额的理财,保证资金不被挥霍掉。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但是只要目标不是希望短期内就可以获得收益, 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价值投资。 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价值投资其实都是适用的。 企业或者个人保持清晰的目标,敢于尝试,就是广义的价值投资。 而作为投资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判断提前入手, 从而实现盈利,就是价值投资的典型, 是经济学领域上狭义的价值投资。 偏道酬勤这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投资总体上有良好的回报,投机总体上要亏损, 不排除幸存者偏差,但是整体上来看, 投资的魅力要大于投机。 前者是通过经验寻找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公司, 并长期持有,而后者则更加关注技术层面, 价格变动,而且是短期持有。 格雷尔姆告诫世人,如果你想投机的话, 请睁大自己的双眼,知道最终有可能亏本。 希望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够有所收获, 每个人都能够投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关于价值投资, 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的所有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